大家好,我是十一玉兰,欢迎您收看4月2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新闻首先来看到4月2号,这是台铁408车次太鲁格号事故的三周年 台铁公司在事故现场举行了爱永不停息追思音乐会 那么上午9点28分,全国火车市骑身鸣笛30秒 追思会的现场,家属也献上了鲜花表达追思 而交通部长王国才表示,会继续的来全力以赴推动台铁的安全改革 4月2号是台铁408车次太鲁格号事故三周年的日子 台铁局转型公司化后第一次举办的追思会,并且扩大举行 事故现场上方平台打起棚架,以弹子色系背板设计 透过乐曲演奏让现场充满追思与想念 当9点28分事故发生的时间 第408次列车鸣笛并缓慢通过时 同时间全台铁所有路线上的列车同步鸣笛 向罹难者表达哀悼之意 而家属们认为,虽然台铁公司化,但仍有许多问题需要处理 台铁虽然刚开始公司化,但是他们仍然有非常多的问题 需要或许政府去协助他们去处理某一些事情 然后我们也会尽我们的能力 我们还是会继续地监督着他们 对,我们也知道说这么庞大的组织 不可能说喊一个公司化,它马上全部都改变嘛 但我们希望给他们时间 我们也是真心期待他们能够越来越好 以司法的判决来说,其实算是蛮重的一个刑期啦 但是我觉得其实就以受害者家属来说 说真的你四十一条人命你只有七年十个月 说真的你一个人命算下来其实真的没有多久 我觉得这个,这应该是要事后去检讨我们法律上的问题是什么 交通部长王国才表示 这三年很多家属化备奔为力量协助台铁进行改革 而公司化是一个起点 如何让台铁安全改革做好才是重重之重 公司化今年1月要有成立 这是一个起点 就是我们整个台铁安全改革里面的一个重要起点 因为它在组织里面有相关的安全的相关的部门 那我是希望 就是家属现场我都看到大家非常的伤心 我们台铁必须把这个教训当作我们安全改革的一个动力 我们也是对社会的责任 今年有50多名家属到厂参加 线上鲜花追思罹难亲人 台铁表示目前跟49名罹难者家属都已经完成赔偿和解程序 300多名伤者当中有5名提起司法诉讼 记者刘明胜花联采访报道